我和真千金穿进了末世女尊纹理 这里女少男多 女尊男卑 仅有的几个女人被当成神女一样供着 系统说 只要拯救这个世界的救世主 就能回到现实世界 真千金不屑一顾 这里万人之上 美男还似 他才不要回去 我接下了系统的任务 看着洛布斯署的真千金 笑了 他还没发现 跪在他脚边献媚讨好的男人们 个个都是想把他折入腹中的猛兽 系统出现时 我和真千金沈梦云正在参加拍卖会 拍卖的东西是沈梦云用过的一切 有口红印的水杯 一万一个 咬过一口的苹果 两万一个 穿过的丝袜 五万一双 不论拿出来拍卖的东西多荒唐 台下的男人都狂热一场 红着眼台价 拍卖会压皱的东西 是亲吻沈梦云双脚十分钟的机会 起拍价 五十万 我坐在一旁冷眼瞧着 价格一路飙升 最后以六百万的高价成交 得拍者是一个肥头大尔和猪一样的男人 他眼中虔诚和欲望交替 连滚带爬地上了台 在聚光灯下 沈梦云像女神一样端坐着 赏刺般将脚伸出去 那个男人如获之宝 台下羡慕的声音此起彼伏 他们都恨台上那个幸运不是自己 气氛热烈 只有我站在后台 别过头去 实在没眼看 知青殿下 您现在上台还来得及 凭借您的美貌 价格肯定比梦云殿下高 我身边的是陈也谦 一个长得像狐狸的男人 一个劲在我耳边鼓动着我 把自己当成物品一样拍卖 收获男人的金钱和廉价的崇拜 这种掉价的事情 我做不出 我没理会也签的话 转身就走 他跟在我身后 阴阳怪气的挤兑我 您不上台就算了 东西也不准我们卖 下周可连买优质营养剂的钱都没有了 在末世世界 所有的物资都十分珍贵 哪怕是在现实世界里 最普通的水果蔬菜 都是有价无食 没关系 全部都换成最普通的营养剂就好 我知道 眼看我不时去 也签跑去沈梦云跟前献费 就在他离开的时候 我的耳机突然传来一道冰冷的机械音 宿主你好 是否接受任务 返回现实世界 听见这话 我大喜过望 系统终于来了 这个病态又荒诞的世界 我是一点都不想呆了 我问 是什么任务 寻找并拯救本文救世主 即可返回现实世界 我没犹豫 立刻答应了下来 接下系统任务后 我去沈梦云房间找他 他正和七八个男人调情 连我唯一的侍臣野签 也跪在他脚边 殷勤地给他捏着腿 见我来 沈梦云很是得意 沈知青 你今晚是一分钱没挣 怎么 来和我讨钱吃饭吗 说着 他炫耀般捏起水果 送入自己口中 营养剂吃腻了 若是跪下求我 那我便把这盘水果赏你了 新鲜的果蔬 在末世 是有钱人才能享用的 我不愿像沈梦云一般挣钱 已经吃了好几天的营养剂了 瞧他那副小人得志的模样 我心生厌恶 却还是耐着性子 让他们都出去 我有话和你说 我把系统任务1510 告诉了沈梦云 我希望我们两个能合作共赢 一起回家 却不料 沈梦云满脸蔑视 我知道那个系统 他也找了我 我没答应 为什么要回去 回去继续看你们的脸色 向你们摇尾起怜吗 明明我是沈家的真千金 沈家却不认我 我们两个一起被绑架 他们宁愿属你这假的 我还不如留在这 万人之上 所有男人都跪在我身边伺候我 日子比继人篱下快活多了 沈梦云满腔怨气 几月前 在我和沈梦云20岁的生日宴上 绑匪绑走了我俩 告诉爸妈只能赎一个回去 沈梦云对着电话大喊 爸妈 我才是你们的亲生女儿 就我 别救那个野种贱丫头 结果 爸妈选了我 我知道爸妈的心思 我是他们精心养育了20年的大家闺秀 除去这么多年的感情外 就我 性价比更高 未来 我能代表沈家的脸面 却和大家族联姻 而沈梦云 她在山沟沟里长大 被她那双养父母 交得粗鄙又刻薄 修养不佳 目光浅漏 实在担不起沈家的责任 听到爸妈的选择后 沈梦云发了疯 在子弹射穿她胸口的一刹那 她拼尽全力 将我推下高楼 我们就这么来到了这个末世女尊世界 如果不是在这孤立无援 我不会选择和沈梦云合作 可现在看来 这个选择不太明智 沈梦云实在是蠢得离谱 沉溺于这儿的虚假快乐 还没发现这个世界的问题 既然这样 我也没必要带她回家了 我转身离开 门口候着的男人们 在见到我时都微笑质疑 一切如常 但我却捕捉到了一条 一闪而过的红色尾巴 是野谦的 真是难为他们了 每天在我和沈梦云面前 装正常人 这个世界的所有男人 严格意义上来说 都算不上是人 而是兽人 像野谦 她有虎尾 今晚给沈梦云纹角的男人 她的鼻子像急了猪鼻 还有蛇 狼 虎 甚至是蜥蜴 苍蝇 这里的男人 或多或少 都有着动物的特征 只是不甚明显 他们又是刻隐藏着 我也是最近才发现不对劲的 不过没关系 我会尽快完成任务 回家去 这万人伺候的福气 还是留给沈梦云吧 因为我不肯挣钱 野谦这个事成 甩手不干了 为了讨好沈梦云 她换了我的房间 没收了我的衣服首饰 我被迫住进了杂物间 穿廉价的衣服 吃最低等的营养剂 活得确实狼狈 每每看见我这样 沈梦云便觉得痛快 一次一次 拿着她的奇珍医宝 在我面前炫耀诱惑 希望我能向她摇尾起怜 面对她幼稚的举动 我只觉得好笑 我是沈家金尊玉贵养起来的 各种宝贝不知道见过多少 哪里会像她一样 没见过世面 轻易地就被眼前的 银头小丽蒙蔽了 我很明白 孙严和原则 比荣华富贵更重要 我没功夫理会沈梦云的挑衅 乘日忙着找这个世界的就是主 在系统给我的特异功能里 我选择了隐匿 白天 我养精蓄锐 晚上 隐身寻找那个就是主 系统没有给我任何多余的信息 只能靠我用最笨的方法 一点一点地找 我花了三天时间 地毯式排查了我住着的联邦大楼 却没有发现一丁点蛛丝马迹 在联邦大楼的地下停车场 我坐在角落和系统抱怨 三天了 才找完一栋大楼 这也太慢了 你能不能多给点提示啊 系统冰冷的声音响起 我如果知道他在哪 就不需要你来找了 一时语色 好有道理 没法反驳 正当我以为 又是一无所获的一天时 我听见了一阵匆忙的脚步声 十几个联邦有头有脸的高级领导人 面色凝重地从我身边快步走去 又死了一个 对 这已经是今年死的第三个高纯度血统的女人了 她们都太老了 听着她们的对话 我决定跟上去 我以为停车场是这栋大楼的最底层 没想到 下面还有一层密室 在密室看见的画面 让我震惊地几乎停滞了呼吸 五六百坪的密室里 密密麻麻地摆放着上百个玻璃关 每个玻璃关里都躺着一个女人 不 绝大部分不能称之为女人 只能叫 半寿人 我走到最近的一个玻璃关前 那个女人头顶上有一对兔儿 三半唇 浑身兔毛 腹部高高隆起 诡异的 让人有些生理不适 一路走过去 躺着的有犬女 鱼女 猫女 每一个都高度受化 只有隐约的人行 直到走到密室尽头 摆放了三个明显大了很多的玻璃关 里面躺着的女人 才有了些普通人的模样 我意识到 这就是他们口中的 高纯度血统的女人 其中的一个女人 瘦骨临寻 面色灰白发青 显然是死了有些时候了 可惜了 肚子里的孩子没有足月 保不住了 一个穿着科研服的男人 对联邦首领说 联邦首领惋惜地叹了一口气 47岁 生了24个孩子 他还算有用 不过 剩下的这两个 快35岁了 马上也不中用了 一时间 密室里的领导人们 满脸愁容 联邦首领下令 让那几个侍臣抓紧时间 我再给他们一个月 如果能哄的那两个纯种女人 自愿生孩子最好 这样的话 就不用把他们关起来了 还能挣挣那群平民吃汗的钱 如果不能 话没说完 但所有人都明白了首领的意思 我站在他们身后 通体冰凉 他们口中的纯种女人 就是我和沈梦云 原来 这段时间的所有殷勤和讨好 都是为了哄得我们 心甘情愿 做漠视的声誉机器 密室里的一切 让我恶心了很久都没缓过来 直到系统声音响起 我才回神 恭喜宿主 解锁隐藏地图 作为奖励 将告知您 目标所在的大致位置 它位于西南方位 44.8万公里的卡式星 卡式星 我没听过 我甚至都不知道 这里还有别的星球 不过不重要 只要有了方向 一切都好说 我必须要在这一个月内 找到就是主 回家 我绝不能留在这儿 否则 那个女人的今天 就会是我的未来 天蒙蒙亮时 我前回了住所 在路过沈梦云房间时 从扮演的门前 听见了阵阵交传 趁着隐身效果还没消失 我捏手捏脚走了进去 看见了活春宫 沈梦云的侍臣 一个蛇人 一个狼人 都在床上献了受刑 蛇人的蛇尾盘在 沈梦云的腰上 他手里把玩着狼人的狼尾 原来 沈梦云不是不知道 这里男人的怪异之处 哪怕知道了 他依旧是沉醉其中 让我觉得有些恶心 同时庆幸 还好我们没有成为队友 否则 以沈梦云的性格 迟早给我卖了 我回到房间没过多久 野千来了 他带着精致的早餐讨好我 求我回从前的大房间住 他跪在床前 喊着泪认错 知青殿下 沉知错了 不该背主的 昨夜 首领大人已经罚过了 您瞧 野千解开衬衣扣子 精壮的身体上 交错的全是鞭横 您饶沉一回吧 否则 沉要被首领大人打死的 狐狸天生媚眼 野千刻意撒娇 的确让人招架不住 可惜 昨天我已经知道了 他们的算计 不会真的被他 这点小伎俩骗了 我装着平常的样子 但他说 你若是表现得好 我就搬回去 听见这话 野千大喜过望 狗腿子般张罗着搬家 我恢复了刚来时的待遇 野千也比之前更殷勤 伺候得面面俱倒 他越是这样 我越觉得可怕 午后 我壮弱不经意问 野千 联邦大楼有没有藏书阁 想去看看书 当然有 在藏书阁里 我看见了这个世界的历史变迁 在三百年前 他们这儿和地球没什么两样 但一场毁灭性的灾难 改变了一切 山崩海啸 永不停息 那时 一个荒谬的预言家说 只有用女子祭奠上舱 才能停止灾难 于是 手无腹肌之力的女人 被大肆屠杀 但即使这样 灾难也没有停止 仅存的人类 带着最后的金样本和种子 动物 逃往了如今的星球 建立联邦 但是 他们没有了女人 无法繁衍后代了 为了延续生命 他们把目光放在了 带去的雌性动物身上 生下了一堆半兽人 随着时间变迁 人类血脉的含量越来越低 拥有高纯度血脉的男人 成为统治者 拥有过半纯度血脉的男人 成为平民 血脉纯度极低的男兽人 则被丢到附属的卡士星 从事努力工作 而女人 不管血脉纯度 都将被圈养起来 成为生育的机器 我默默看着这个世界的构架 越来越觉得 荒唐的不像话 殿下 看书看久了眼睛疼 吃点点心吧 也牵捧着小蛋糕蹭过来了 我准备好了说辞 指着书中卡士星 一片漂亮的林园说 卡士星看着挺漂亮的 能不能去玩啊 当然可以呀 那儿动植物多 咱们主星的 有钱人时不时会去度假 不过 租飞亭很贵的 殿下可没钱去呢 也牵笑着说 眼中全是算计 我脸眸藏住了眼中的不屑 我知道她的心思 于是顺着她说 没关系啊 我去拍卖会 不是就能挣钱了吗 我将吃了一口的蛋糕 递到也牵面前 这个能卖三万吗 也牵有些惊讶我的转变 随即笑道 只要殿下愿意 就是卖三十万 都有人买单 一周一字的拍卖会 很快就到了 为了这次拍卖会 我准备量多 听说租一艘飞艇 得要八千万 我打算一碗拿下 因此 我让以前准备了 最繁琐华丽的一群 盛装打扮 出现在了拍卖台上 我不爱抛头露面 这里的平民 全都没有见过我 当我走出来时 台下爆发了 海啸般的轰鸣声 他们都是没有见过 女人的痴汉 猛地看见一个标志的女人 还是新面孔 自然狂热 我走向话筒 缓缓说着 今日拍卖 我身上的所有东西 摘下一只耳环 举起 起拍价 一百 我价格定得极低 价格越低 台下的男人 便哄抢得越厉害 耳环 项链 发卡 披薄 纱衣 袜子 高跟鞋 我身上的东西 一件一件都被拍出去了 眼瞧着最后一件 壁体的裙子即将拍卖 台下的男人都疯了般 眼神炽热的 仿佛能将人灼烧 就在这时 沈梦云终于坐不住了 她那边拍卖 价格极低 只有从我这儿没有拍着东西的 才拖而求其次 去沈梦云那儿 买些她用过的破烂货 沈梦云恨得牙痒痒 拍卖了自己的吻 果然 她的人气上来了 一千万的吻 拍给了一个贼眉鼠眼的男人 我走到话筒前 撒娇般捏着嗓子 那我拍卖一支舞 有没有哥哥想和我一起跳 一千五百万起拍哦 人家可不想输呢 哥哥们帮帮我好不好 我用着最低级的差异 假装柔弱伯同情 然后是这样 也不少男人屈之若鹜 他们大喊着 知青殿下 我们绝对不让你输 我如愿用一支舞 凑齐了剩下的三千万 当我带着黑卡回房间时 猝不及防 被转角处冒出来的沈梦云 甩了一巴掌 她又嫌不够 还想撕扯我的头发 却被野铅拦住 只能狠狠指着我骂 你个又当又立的婊子 你不是瞧不上我做拍吗 现在又来学我 你见不见 我捂着火辣辣的脸 心中恼了几分 不管是在现实世界时 还是现在这个世界 我从没有刻意招惹过沈梦云 她却一而再 再而三地踩在我头上 此刻 我不想再忍了 反手一巴掌 还回去了 沈梦云 你自己貌不如人 我稍稍和你同台竞争 你就败下阵去 也不想想 是不是你自己太过差劲 说完 我懒得再理她 转身回屋 我得尽快准备 去卡世星的东西 沈志青 你给我等着 远远的 我听见身后传来沈梦云的咒骂 时间紧迫 第二天我便带着野迁 和另外两个侍臣出发了 本一切顺利 飞艇却在即将到达时 出了故障 油量不够了 没法滑翔降落 驾驶员说 还有金万米才能着地 从万米高空摔下去 我们必死无疑 有降落伞吗 有三个 可我们飞艇上 有六个人 知青殿下放心 我们一定保证您的安全 降落伞 给您和侍臣大人们用吧 我本集厌恶这个世界 也厌恶这里的所有人 可当他们提出 僵声的希望给我时 我还是不免动拢 不过下一秒 两个驾驶员 打破了我的感动 他们说 殿下放心 我们会飞 他们化了兽形 是应和救 OK Fine 刚刚的担心 有点多余了 飞艇坠落速度越来越快 在离地2000米的时候 我们弃飞艇降落 虽有些惊吓 却也算安然无恙 不过 飞艇被摔得不成样子 两个驾驶员检查不出 是哪里出了纰漏 明明出发前 我们都检查过了飞艇 没有问题 也不知 不论如何 是尘等疏漏了 请您责罚 他们自责请罪 我叹了口气 没有怪罪 脑中闪过昨夜 沈梦云气急败坏的叫骂 他说 要我好看 这也许就是他的手笔 这是沈梦云 第二次想要置我于死地了 我要是还能原谅他 我就是菩萨 等找到救世主 完成了任务 心仇就恨 我会一并和沈梦云算清楚 只是 找救世主的过程 并不算顺利 我身边跟着试尘 没法仔仔细细地搜查 只能游山玩水般 边走边看 卡诗星不大 主要的作用 是供应主星 所需要的一切物资 有山海湖泊 果园 养殖园 各种工厂 十几天过去 我将所有地方 都走得差不多了 还没找到半点线索 以前 卡诗星所有地方 我们都去过了吗 一月之期 越来越近 我的焦虑也越盛 是都玩得差不多了 不过 斗兽场还没去过 那地方脏乱又血腥 沉想着 你应该不爱去 便没有提 听见野谦的回答 我松了口气 原来还没有找完 那就还有希望 我笑着 来都来了 当然要把所有地方 都玩一次啊 野谦和几个试尘 面色诡异 欲言又止 却还是没有阻拦 直到到了斗兽场 我才明白 他们为何会是 那副表情 因为那地方 单单用脏乱和血腥形容 远远不够 为了让我看得 稍微舒服些 野谦特意选了个 最好的包间 可即便如此 隔着玻璃 看着场下的鲜血四剑 开膛破肚 残肢乱飞 还是叫人恶心 终于 当一个几乎 看不出人形态的暴人 将一个瘦弱的洋人撕碎 羊脚砸到包间的玻璃时 我忍不住吐了出来 野谦劝我回去 可耳边系统的声音响起 目标出现了 一场斗兽结束后 并没有人收拾残局 胜利的暴人 踩着半个羊头 等待下一个倒霉弹入场 放售的小门被打开 一个破衣烂山的人 被丢上了台 他勾搂着背 连滚带爬 扑到暴人脚下磕着头 求暴人饶他一命 我看了好几场斗兽 都没有见过 这么窝囊的兽人 直觉告诉我 他不对劲 果不其然 下一秒 系统说 本文就是主出现了 就是他 眼瞧着暴人 要将那人的脖子拧断 我连忙摁下了 包间的拍卖按钮 终止了斗兽 我要令兽人 我指着场下和野谦说 圈阳卡士兴的兽人做奴隶 对主星人来说是尝试 暴人残暴 殿下想要受人奴隶 臣给您挑温顺的吧 野谦看那暴人的眼神中 满是蔑视 我知他是误会了 不是 我要另一个 那个瘦小勾搂的像老鼠的人 一整个包间的事成 看我的表情 都开始变得奇怪 许久没有叫价 场内的暴人暴躁起来 他已经快按捺不住 撕了脚下人的欲望了 我没有在管野谦 直接越过他们 叫价一万 买下了那个人 被工作人员送来时 那人已经断了一只手 吓得失禁 恶臭从那人身上传来 熏得野谦脸色更难看了 抬头 野谦踹了一脚 拳在地上的人 那人哆哆嗦嗦地抬起了头 则 一个相貌丑陋的鼠人 买回来都是脏了殿下的眼 看清了那人的样貌 野谦眼中的厌恶更甚 而我 看着面前人的脸 僵在了原地 这就是主 竟是熟人 四目相对 那人也认出了我 他颤颤巍巍 举起完好的那只手指向我 是你 沈家那个装千金的婊子 听见面前人出言不逊 我身后的是陈 先一步往他心窝上踹了两脚 我实在是有些无语 我从来没想过 系统说的就是主 会是沈梦云从前的男人 眼前人叫王芳 在沈梦云还没有回沈家时 她的养父母 把她卖给了王家做媳妇 彩礼不过五千八 外家一只小猪仔 他们本来要在村子里 就这么结婚生子过日子的 可沈家认回的这个女儿 王芳的媳妇没有了 王芳找上门来讨说法 沈家愿意给予她赔偿 她却得寸进尺 要沈家陪她一个媳妇 她指着我说 真女儿 你们要接走就算了 把这个假的陪给我生孩子 这般荒唐 我自始懒得搭理 她大骂我是拜金的婊子 一个赝品 还敢瞧不上她 被沈家的保镖轰出去了 我从没想到 能在这儿见到她 她还成了这个世界的就是主 这个世界变成了 我无法理解的样子 在返程的途中 我偷偷问了系统很多次 她有没有搞错 系统永远笃定地告诉我 王芳就是这个世界的就是主 我百思不得其解 直到带回了主心后 我送她去了医院 医生们检测出 王芳是纯正人类血脉的男人 不掺杂一丝动物血脉 联邦首领听说了后 大喜过望 联邦给了她最好的医疗条件 还向她承诺 等她养好身体后 星球的所有女人 全都供她挑选 王芳的眼睛亮了起来 指着我问 包括这个女人吗 联邦首领点头如打算 当然当然 现在我们有两个纯种女人 你面前的是一个 联邦大楼里还养着一个 这两个女人都是您的 王芳老鼠般的小眼 又露出了贪婪的目光 毫不掩饰地游离在我身上 什么沈家的大小姐 还不是逃不出我的手心 你等着 等老子养好身体 你就乖乖脱光了 伺候老子 王芳躺在病床上放着狠话 得意又下流 我没有成口舌之快 和王芳吵架太吊架 而是反复思索着联邦首领的话 他话说得漂亮 但大概率是把王芳 当成配种的种马了 毕竟 这些年 高纯度血脉的人类 越来越少了 继续下去 这个世界一定会崩坏 只有多生一些纯种人类才行 原来 系统说的就是主 是这么个就法 既然这样 优先和王芳配种的 一定是我和沈梦云 不过 我的任务完成了 随时都可以回家 而沈梦云 要倒大霉了 我去卡世星的这二十多天 沈梦云享受了男人们的 所有目光和供养 很是风光 见我回来 他脸上的恨意藏不住 这副表情 不用说也知道 我的飞艇 是他动了手脚 我活着回来 他可太遗憾了 又有人和他竞争了 沈梦云 放心吧 我已经完成了系统的任务 我要回家了 我微笑着和沈梦云说着 从今往后 你就是这个世界 唯一的一个纯种女人了 再也没有人和你 抢这万人至上的地位了 听了我的话 沈梦云面露狐疑 但没有细思 而是冷哼一声 算你识趣 当天夜里 王芳商还没有好权 就想着想其人之福了 他说 要两个纯种女人 一起伺候他 沈梦云这段时间 被人把脾气捧刁了 猛地听见 有男人这样指使他 顿时破口大骂 可是 在联邦领导人的眼中 供养了他这样酒 他就理应为星球 和联邦做贡献 于是不由分说 把他绑了 打包送去医院 我抱着看热闹的心态去了 因此没有沈梦云狼狈 把我们俩人像货物一样 送到王芳床前后 联邦领导人 很体贴地关上门 好好好 原来另一个女人 是你这个贱东西 王芳看见被绑的沈梦云 眼睛亮了起来 想当初 沈梦云知道了 自己是针千金后 狠狠将这个辣蛤蟆 想吃天鹅肉的乡下男人 羞辱了一遍 现在风水轮转 他竟然成了任人宰割的羔羊 让你得意 让你看不起我 让你猖狂 就算来了这里 你还是得做我的女人 给我老老实实生孩子 王芳谢愤似的 殴打着被绑的 结结实实的沈梦云 沈梦云连躲也不能躲 他开始嗨嗨两句嘴 后面王芳越打越狠 明明外头的侍臣 都听得见他的呼救 却没人进来阻止 他终于怕了 开始哭着求饶 梨花带雨的 好不可怜 王芳打累了 开始扒沈梦云的衣服 沈梦云尖叫着大喊 沈志青 沈志青比我漂亮 他是沈家金尊玉贵扬起来的 皮肤肯定比我好 这一嗓子 让王芳想起了 我这个看戏的人 他点点头 舔着嘴唇向我靠近 我冷笑一声 亏刚刚我差点 对沈梦云动了恻隐之心 结果他还是这副德行 王芳伤还没好拳 我对着他的伤口就是一脚 踢得他拳在地上爬不起来 随后缓缓夺不到沈梦云面前 蹲下 怎么 想让我给你挡刀 你忘了 我可以回家的 听到这话 沈梦云像是突然醒过神来 立马变了脸 你能回家 带我一起走 我不要留在这 他会打死我的 姐姐 求你了 你带我回去 这是沈梦云第一次叫我姐姐 我沉默着 没有说话 就这么看着沈梦云苦苦哀求 突然 耳边传来系统的声音 是否要带他回到现实世界 如果你想 则需要付出些代价 牺牲 系统还未说完 我摇了摇头 不带 我又不是圣母 她三番两次 想要置我于死地 我还要牺牲自己 她挺喜欢这个世界的 就让她留下吧 热闹看完了 我们走吧 眼见我不肯带她走 沈梦云又发了狂 破口大骂 沈知青你凭什么不带我走 凭什么受苦的永远是我 明明我才是高贵的沈家千金 这不公平 我只灵心地听见了这一两句 就被系统带走 回到了现实世界 睁眼 是在病房里 我的病床前 妈妈见我醒来 哭成了泪人 青青 我的青青终于醒来了 与此同时 我隔壁病床昏迷着的沈梦云 被医生宣告了死亡 听见这个结论 妈妈脸上并没有悲伤的神色 反而是淡淡地吩咐管家 全权处理沈梦云的丧事 妈妈说 那天你们被绑架 我和你爸爸 本来是想两个都救的 没想到 他竟然想要放弃你 如此狠毒 实在让人心寒 唉 这孩子但凡有点良心善心 不这么实力自私 我们也不会这样 如今落的这个下场 是他就游自取 从今往后 我们沈家只有亲亲你一个女儿 妈妈叹息着 其实 在爸妈眼里 决定一个人的 从来不是出身和血脉 而是涵养 眼界和良心 只可惜 沈梦云永远都不会明白了 谢谢大家